你們里長搞不好都要開始去做軍訓 因為開始要打巷戰 我看到最近的和平戰爭的危機 我看到台灣的警察要跟民房結合 就過去的台灣最早的警備總部要開始恢復 被老百姓的心 我想我們最近會發併一系列買疫苗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我看到最近的和平戰爭的危機 看到美國要把台積電搬走 要把炸掉 最近第四次也出來講 我看到台灣的警察要跟民房結合 就過去的台灣最早的警備總部要開始恢復 我覺得這些東西 你們里長搞不好都要開始去做軍訓 因為開始要打巷戰 我覺得這一點東西我一定在和平 是個大談判的時代 我相信我出來代表來談判 我一定是有尊嚴的談判 我相信我跟大陸也好 我跟美國也好 我說我們來和平 他們會比較相信我 還比較相信另外一個黨派 敵人 不 你 嚇